大家好,我不是易公子,我是意外小哥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位经常赤身裸体出现在大厅广众的男人 眼前这位身材健硕,线条匀称,单手脱腮,赤身裸体 远敲如牙痛患者近看似哲学巨破的雕像 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罗丹晚年最为得意的作品《思想者》 几百年来,艺术爱好者心中都有着同一个疑问 这哥们牙是有多疼啊,对不对,这哥们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早上吃什么好呢,中午吃什么好呢,晚上吃什么好呢 哎呀,好烦啊 首先我们要知道《思想者》最早不是一个独立的雕塑 而是跟一座叫《地狱之门》的雕塑在一起 这个《地狱之门》取自了弹钉的神曲《地狱片》 而我们所看到的《思想者》其实正是这个故事中的罪行审判者 他担任着地狱罪行裁判,负责给人世间的种种恶行定罪 后来思考者被放大三倍,从原来的雕塑中独立出来 成为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思想者》 通常地狱审判者这样的人设会长得比较凶恶 比如我们的阎罗王 但是这个《思想者》一身结实的肌肉 手脚都很大,皮肤也很粗糙 呈现的是一脸严肃低头沉思的无产阶级劳动者形象 而他低头损失的正是《地狱之门》中数不尽的人世间的罪恶 从好吃懒做到杀人放火,所有的罪行尽收眼底 人类又傻又丑又丑,应该审判他们 但是又很可爱的时候呀,应该老恕他们 人类不思进取,只会破坏 人类也很有爱心啊,懂得互相帮助呀 作为一个不仁审判,却又必须要做出裁决的判官 但内心的矛盾不亚于正在吃土,却赚上双十亿的你 在面对吃土还是剁手这个问题时 你一定也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当然是选择破坏手啊,手有什么用呢 这样的纠结以内心的矛盾 同样被罗丹通过鬼斧神功的记忆表现了出来 标述人物的肌肉因为紧张而容器 暴露出饱满的线条 甚至连他的脚趾都因为思索时的紧张 不自觉地全说 搭配他钻研塑目的神态 似乎整个宇宙都在他的审视之中 对于整个人类命运的关注 正是思想者真正考虑的问题 也许你也曾或者此时正因为某件事而纠结不已 在微博下方评论出来 让更多的人一起陷入纠结吧 学到这个忍知时候 希望大家能够活学活用 下次再被批评葛优贪 可以理直气壮地回击他们 我并没有偷懒呀 只是为了人类将来的命运 都陷入了深深的担忧 关注微博易公司 每周四更新一个人知识 咱们下期见